日记投手野茂英雄曾经以龙卷风投球的姿势席卷大联盟 最近他来到台湾不只是担任棒球训练营的客座教练 还下场和旅日棒球好手杨戴刚来一场正面对决 结果姜还是老的啦 野茂成功解决杨戴刚 但是没有想到反而是被受训的高中学员给敲出了一支二蕾安打 这球打击出去很高很远 可惜还不够远被外野手给截杀出局 仔细一瞧打者不是旅日名将杨戴刚吗 投手呢更厉害是在MLB累计123场胜头的日记投手野茂英雄 能够成功解决杨戴刚野茂可是有备而来 要和日本职棒的当红球星对决 野茂可是一点都不敢怠慢 这两个人同时现身原来是为了在棒球训练营 指导轻棒的选手 只是野茂解决了杨戴刚 反倒是被年轻的高中生打了一支二蕾安打 能够从偶像手中敲出安打 看来可以和同学炫耀好一阵子了 很爽 动作就只有他一个是这样 所以我们以前都没对过 虽然被后生晚辈敲了一支长打 不过野茂还是沉稳的解决接下来两位打者 化解失分危机 谈到台湾的年轻球员 野茂期待他们未来的发展 至于也是和偶像对决的阳戴刚 担任这次训练营的可作教练 细心的修正选手的回棒姿势 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 木棒这些东西 我觉得到成棒之后开始练 我觉得是来得及的 然后旅棒这些高中打一打也会 练到我们外野手的手臂 不过杨戴刚也强调 无论是木棒或是旅棒 最重要的还是要下功夫苦练 有点TV刚刚节正为人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